搭火车怎么会搭到火气这么大 有旅客为了搭乘一票难求的花东 现任门夜车 因此他是用分段法定了台北到宜兰 以及宜兰到台东车票 不过当天当他坐到宜兰却发现 第二段车票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时间 变成了过期的废票 只好一路站四个小时 站到台东怎么回事 一块了解 这班台北开往台东的跨夜 举光号列车 最后一节车厢走廊站了满满的乘客 每个人火气都不小 拿着换有座位的车票 跟其他乘客爆发激烈口角 列车长出灭协调 到底出了什么事 有个跨夜车票 重复化位的这个问题在吵架 然后大概过个五分钟左右 把列车长出现了 那列车长他也没办法处理啊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你们这个拿27号 这个是过期票 这名陈小姐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和朋友搭上这班夜车到台东 参加铁人三项竞赛 却在最后四个小时的车程上 沿路用站的站到腿软 他气骂台铁订票系统又瑕疵 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能在走道上 然后坐着休息 或是趴着靠着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都很生气啊 陈小姐买到的是27号晚间 11点台北到宜兰 到了宜兰已经是28号凌晨一点了 第二段宜兰到台东的车票 却是27号的过期票 盘算好的座位 只好拱手让人一路站到台东 过期票究竟怎么来的 记者实际上了台铁订票网站 真结点就在于通常订票 提供的是车次或者是车种区分 但是遇到这种跨业的台铁系统 没有特别加上了警语 如果是透过超商取票 更不会像是台铁窗台 有专人提醒导致平均一周 都会出现了一两件 订了过期票的状况 台铁现在才说将眼影改善 等于正人中终于的台北采访报道